我是觉得这个上海的这个文化当中啊 有一种自制 有一种节制 但是它当然是有情有欲 但是它这种情欲和它的拎得轻 就和这种计算混杂在一起 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想 不能又不能说 哎 完全你看我这就是hold不住 完全不动声色 男女两个人 可能一场互相的打量已经进行完了 所以说并不是上海人天生的 就比别的地方的人聪明 他的生活环境 他慢慢孕育出了这种精打细算 然后在没办法里找办法 这种特质 所以上海人就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上海人 都算得很清楚 对就界限感特别强 就是我就是你别 就我不占你的便宜 你也别占我的便宜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我们家 我觉得我对我爸妈的我妈的教育 其他我都没记住 就记住一个他反复讲的事 借人钱24小时内必须归还 但是呢 你要借给别人钱呢 叫借急不借穷 这个人着急用钱你可以借 他要是穷没钱你千万别借 就是好多事像您刚才讲 就是上海有些小市民阶层啊 他其实你说他对这个外地人 他就一讲外地人啊 这个东西也要辩证地看 一方面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歧视吧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好像他是 哎照咱们北京话说就是不靠谱 因为他这有个谱 他就觉得你啊不太注意 不太守规矩 你像我就是个很操的一个北方人啊 我有时候 我小时候我就记得 我跟一个上海人啊一起待几天啊 你知道到最后我的那个感觉 我有点像一个 就是儿童 就是好像走路也不是很稳 他呢真是就叫你说那个词叫拎得清 见见事他都算在前头 哎呀那个就不对了 那个就不对了 我就傻乎乎的就是 哎呀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啊 你一想呢他说的都对 但是那人的脑子 怎么能天天赚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我像一个走不紊路的孩子 就会有那种感觉 那就是文化的魅力嘛 因为中国国家大语言丰富 然后呢各地的文化都有差异 就说一个地区的人呢 你要说他这个共同点呢 当然了也不见得就是说 那么科学 这本身就不是个科学的概念 但是呢谁也不能否认 一块水土上的人 他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说你看 你咱们不讲过去啊 但是跟过去有关系 我怎么觉得我周围的朋友啊 包括马爷在内 整天都说上海好 后来就很多人周末就想去上海玩 但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想问问金老师和乙军啊 就是今天的上海 他给我一个印象 就是我好想跟这个城市发生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跟这个城市 又没有什么缘分 就是我看到这个城市啊 我觉得我很喜欢 餐厅的这个好的这个概率 比北京多多了 多多了 你知道吗 吃的就好吃 对吧 然后呢又有高楼大厦 又有这种市民生活 法国武童又有散步 我觉得这个好喜欢 甚至我觉得我很想住在这 但是呢 莫名其妙的你会感觉到 有一种冷淡 有一种 荣不进去 隔膜 就是像你所说的 是不是 你看我见到的上海人 都会感觉到有一种冷淡的客气 或者说就是说 你说这个界限感 按说这个东西很好 对吧 就是说 但是你总会感觉 好像你真的到这生活了 会不会有点寂寞 所以我就想 现在很多外地人 他来上海 他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他刚来大概会有 但是时间长了 你习惯了以后 你就不会这么敏感 他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 大部分就是上海话 有句上海话叫 资格乖资格 就是资格管自己 他就资格乖资格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因为这种 过去不正常的这种 刚才说那个师库门 为什么会这么挤 他本身这房子 都是一户人家住 因为什么813以后 大量的人都跑到租借里头来 全国很多人都跑到租借 它里头是一个安全岛 所以这个二房东什么 就开始把所有的房子借出去 这种拥挤就造成了 人和人之间 要尽力的 要分清楚 或者刚才那个周一静说的 相互不相欠 但是问题是 现在你到上海 我估计 你不会真的遇到 清一色都是上海人 现在都是说普通话了 现在你根本感受不到 原来你感受不到 我记得我 就是早年啊 刚才我一来 就跟金老师还聊 我说那个上海坐鞋 是不是还在 居禄禄675号 你看我当然记得非常清楚 连我上上海的 第一次上上海 就是要去 居禄禄675号 到这个坐鞋 而且那条路特长 上海有一个特害人的 就是它的路特长 你有时候上了这条路了吧 你离着那号远着呢 你且走呢 在北京市 基本上你上了这条活动再长 你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上海能给你走的 脚腕都折了 还没到呢 那么 那时候我去 第一次到上海 到上海呢 就是 首先就是语言问题 80年代初的时候 很多老上海人 根本不会说普通话 他挪着跟你说 你也听不懂 最早有出租的时候 那出租司机 最早的出租司机 一定是本地人 你看北京也是 上海也是 后来才是外来人 进来干这个苦活 原来是个 肥柴 所以说上海 上海话 我第一次做那个 这个出租 跟司机说 我觉得我说话 不可能没人听懂 你如果这些普通话 我慢点说不就完了吗 我就说 诱拐 然后那司机跟我说 小植位 什么意思 小植位 我就听成像左弯 我说 你看 像小植 你怎么说 小植位 你听着是不是像左弯 对啊 我说右拐 你听懂了吗 他说小植位 我觉得跟我憋着 我说你想干嘛 然后他还说小植位 上海人很有意思 他没有左拐右拐 他就是大转弯 小转弯 对对对 上海人 比如马路也没有从往南走 往北走 我没有南北感觉 为什么呢 左拐叫大 怎么说 大转弯 大转弯小转弯 大字中念 左为大 左为大 右为小 然后他说 小转弯 小转弯吗 你动作小 你右转 我说右转 他实际上在附属我 右转 但是我听成呢 小转弯 我听到的是一个上海人 到了香港 也是说右拐 他要弩着说广东话 说成了有鬼 我想说其实语言的问题 我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还挺扎心的 就是我现在回到上海 我几乎我到市中心都讲不了上海话 为什么 你首先你开口 你问你跟任何人讲话 你不肯定他会他听不听得懂 他回应你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去任何一个店铺 哎呀我肯定先讲普通话 你的意思是现在上海人也有点失落 不是失落 就是说整个客观的现实是因为我们普通话教育了已经四代人以上 人口也变了 以后 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之后 普通话在全国都变成主流 对呀 然后这个城市呢 实际是失去个性 失去个性是什么 你比如一个虾子 你把它领到一个城市里来 你听来听去都普通话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出门没有 你比如说你本来你到了广东 你可以听到广东话 你说肯定是广东 但是你如果说广东全部讲上海话 那个普通话的话 全国就像现在的建筑一样 全部都是那种几十层 它城市的特点就没了 城市的特点没 而且现在是包括上海的年轻人 8090后相互之间都说普通话 而且他们那个字上海话的音都咬不住 他们的语言变了 但是你觉得他们那个范儿性格变了 会失去很多 会跟着语言变 对对对会跟着语言变 我一直在呼吁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方言 上海话呢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方言系统 因为所有的方言不仅仅是语调和语气 北方人会误认为方言就是你的口音 它不是 你比如说河北话 北京人大部分人都能听懂 它是口音不一样 但真正好的方言是它的择词 上海话的就是以我对方言的认知 上海话在择词方面跟人家都不一样 上海人就没钱包这词叫皮夹子 皮夹子 它没有人民币没有钱这个词 它叫钞票 就是它永远是 以前叫董迪 这也告急啊 我小时候钱包都没有啊 就穿裤兜里啊 没有皮夹子啊 不是它是这样 它在这种语言的选择当中呢 它的个性化就存在 原来我们 你想我搞文字的嘛 我就很喜欢这个事 永远在呼吁要保护这个方言 但有一个不幸 比如就拿尤其上海话 上海话就基本消亡 因为现在这个这层 80后90后00后 最好的是能听不能讲 这是能听不能讲 他们再下去一代人就没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那个90年代的时候 开始有房子买卖的 外地有很多很有钱的大佬 到上海来买房子 普通一买几十套啊 什么什么的 还有就是外地大量的 处以上干部调到上海来工作 因为上海扩大了 那么这两个人群到上海以后呢 它实际我认为 它是会起到一个 一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不许讲上海话 因为从他的 也没有说不许啊 不许 学校现在不许 请讲普通话 就你到任何地方 你到这种领导的这种办公楼 什么进去一看 就请讲普通话 因为大量的外地干部来 而且我从他们的角度讲 一点不冤枉 因为大家都受到普通话的教育 我凭什么到你们这边来 我要我要说你们的方言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时候 全国各个城市 你一个人到这边来做生意 你必须要学当地语言 这个是一个规矩啊 入乡随俗 但是现在因为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过去是不会有那么多 一下子要来那么多知识分子 或者说 一下来那么多老板 过去都是各行各业 这么慢慢渗透进来 讲各种口音的 本城的话 山东上海话了 苏州了 宁波上海话 都口音都不一样 别的城市也是如此 千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了 我觉得你现在呼吁这个很难办了 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全球的城市都在越来越像 我二十年前在广州住过七年 那个时候只有我们广东电台大院里 讲普通话 就是在大院讲普通话 出去就是个广州话的世界 但是今天连广州也一样啊 我觉得 是 我觉得一个方面 我住为一个上海人 那上海话是 你有一个情节嘛 你当然觉得就失落了 你很就是你会挺不高兴 但另外一个方面 我还真的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 更宽容的 更包容的一个心态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人口的流动 真的是挡不住 我现在回上海 我见的朋友 就除了我小时候 我一块长大的 大部分朋友 都不是上海人 我家里面就有的亲戚 他们老说要把上海人 要把那个外籍人赶走 我说你赶走了 我上海没有朋友了 我朋友都是外地人 我有的朋友说 我在这个市中心住着 我这一个月 我见的人都不是上海人 他们 我以前有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领了一个东北的 就一个朋友 就回上海 一个星期 他就能大概听到 就听懂一些上海话了 因为他老听老听 现在不是 他能因为你老听见 但是现在我知道的朋友 在那住几年都听不懂 因为他接触不到上海话 对 唯一的只有 我是注意到 只有菜场里面 那些做最基层的工作的 外来的朋友 这些菜场卖菜的 山东 安徽 那几年都上海话说的 蒸馏 他天天就和那些老百姓打交道 但是 那个送快递的 那些帮人家家里带孩子的 这些都不是上海人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 就是过去 我们上一代上海人 怎么进入这个城市 就是这么样进来 我们自己也都是移民 对啊 都是从外面这么流动进来 那你们两个上海人 就是你们可以说 到底比如说 这个外地人进入上海 跟上海人融合很困难吗 上海人排外吗 没有 他心里瞧不起我 融合非常容易 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现在越来越容易 因为现在的 不像过去有整个20年 那个户口封闭 外边也不能进来 里边出去 外边不能进来 然后到改革开放之后 大量人进来 这才是上海原本的历史 上海原本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小县城 我上次看一个资料说 这个1843年开步嘛 他1836年 说是有两艘英国人的船 到广东被赶走 这两艘船没办法说 听他们讲说 到前头迟迟运气 到了上海十六铺 停在十六铺以后说 立刻这个老城乡里面 那些上海人全上来 东看西看 打听 跟他们搭讪 说你们要不要借房子 你们要什么 就搭讪 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 这个地方的人会这样子 这么会做生意 因为这个老城这个地方 上海这个地方的人 他本身也 那个时代就是外边来的 他没有一个本地文化 一个牵扯 他都是到了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临海的 临河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他外边来的话 他都可以上去坐 我听得最初怎么有点像荷兰 然后呢 说是他们两船东西都卖掉 卖掉以后 立刻让他们买蚕丝啊 那个各种那个纺织品啊 结果就大大的粗糙 就等于说 钱都被上海人赚去了 然后他们就走的时候说 这个地方有意思 我们要记住这个地方 小朋友还来 所以你发现没有 要是一个地方 他没有那真绝对意义上的原住民 都是八方来客的话 你发现没有 他最先滋生的商业交易语言 是普世通行的 所以你看荷兰也是 如果都是外地来的 咱们在这儿 能通的就是交易 所以就是 而且我觉得金老师 对语言有创造 就是他呢 这个当年有一本书 叫海上花列传 这个韩邦庆写的 韩邦庆呢 是写的苏白 苏州话 是咱们看不懂的 后来张爱玲呢 就觉得这是个 很好的小说传统 张爱玲把它翻译成 咱们看得懂的了 然后呢 那这个金老师当年 写这个东西 所以他这个小说里 留下很多著名的词 我觉得很有深意的一个 就是不想 上海话怎么说 上海话就不想 什么 不想 不想 就闷声不想 这说老实话 这也就是 觉得你很喜欢上海人 但是好像很难跟他交心 的原因 就是在于他有一个 你永远不知道 他的潜台词是什么 您怎么解释 他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用上海话 你在心里面写作的时候 你心里面一般都是普通话 写作语言 思维 那么你一般的电脑面前写字 你就普通话思维 但是你如果用上海话写的话 你用上海话思维 叙述一件事 里面肯定就会出现 不想两个字 因为这里头 譬如说张三去找这个领导 我们上海人叙事一件事 他不想两个字 包括了一种省略 譬如说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了 来我去找领导 这个领导不说话 他说领导不想 领导不想实际 大家都明白了 有各种可能性 但是领导一个字都没说 那么就把这个氛围 立刻传递给大家 哇原来这个事情 一点没结果 而且说不定还会出事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是不想这两个字 是上海人每天口头 不知道说多少遍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你像北京的坎爷 马爷肯定很熟悉 那有的时候就是 甭说潜台词了 有时候甚至是摁着对方 你让我说 我说 对吧 都得说 你看你跟上海很多时候 你就觉得他心里 要不然他想什么 但是他会议 他不想 你举个例子说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说我刚才跟马老师讲 我年轻的时候到东北 上海女孩子 到了东北以后 北方有北京之亲 西西哈尔之亲 哈尔滨之亲 一看上海的女孩子 那么漂亮 大赛啊 跟人家谈恋爱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描写 就是上海这些男青年 就在边上不想 就是不想 他不是说他笨蛋 他或者哑巴 他就是边上 自己肚子里 不知道在想 痰算 不想 因为北方的男青年 都是非常主动追求 对呀 但是上海的男青年呢 就是在边上看热闹那种 也不是看热闹 他就是不吭气 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人家两个钟头 就搞定一个女孩子了 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 那你不是吃亏吗 吃亏啊 你在女孩的战场上 你不是属于 不是的 他不想 他还有个意思就是 他在看笑话 也说不定 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 上海之亲在东北的时候 我有一个最 我自己觉得失落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哈尔滨之亲啊 他里头 他们群落里面 最底层的一位 就他们里面 可以随便骂他的 随便打随便骂都可以 就是 你上海人不能动他 你们上海如果有个人动他 一帮人上来打你 但是我们上海人呢 就是里面比如有一个谁谁谁 没有那种集体性的 有什么什么 你被人打我们都不管 都不讲 不讲 因为这个就是我说的是 因为上海开部以后 他把一个人的生存 就直接落实到你个人 你除了你个人之外 不管 像他 你干嘛 归我啥子提 不管我什么事情 不管我什么事 你真的发达国家的 也是邻居之间 像陌生人一样 就自己管自己的 他没有一个 一个一个集体性的行为 你看哈尔滨之亲 那特别包团 你要欺负他一个人 那一堆人上来打你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有各种同乡会 就上海就搞不起来同乡会 就是反而它是有一个 个人的一个概念 你说这个不想 它其实也是一个效率 因为在一个事情 可能我说出来这个话以后 它可能会变得更麻烦 或者我不确定 我说完这个事 结果会怎么样 我就不想呀 不想就等于说外交指令 不可奉管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理 你说完 然后还有一个字是 我跟老外打交道 他们老说 我不知道是上海人 还是中国人都这样 我老说嗯 他说什么 我说嗯 他说你这个嗯 到底是yes还是no呢 我说我就是嗯 就是我 就表示我知道这个事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之间 应该有默契 这是中国文化 这是中国文化 对对 那也是有 那也是有 那中国就是嗯 上海人不想 中国人就是 你比如说 说文韬 那个约你下约15号 咱有个局你来吧 你嗯了一声 不代表你去 对啊 他含义非常复杂 这是中国文化的原话 就像你微信发个笑脸 你也不知道是yes还是no 他是这样啊 就因为我们还得谈到 这个小说上啊 因为说到这个方言 他这个方言中 上海话是不沾便宜的 上海话是写不了小说吧 是真的写不了 肯定写不了 这个我是 我是 我是职业编辑 我原来专门讲过 哪个方言写小说沾便宜 中国有四大方言区 写小说沾便宜 第一是北京方言区 第二是陕北方言区 湖南方言区 四川方言区 他的这些方言写到纸上 你是能看懂的 可以文字化 上海话是 就按照你的上海话 比如我最简单的事 我到上海 他们说吃大闸蟹 他们说堵渣哈 我说堵渣哈 这啥字你给我写出来 一写出来还是大闸蟹 就是他写出来 就是大闸蟹 但是他叫堵渣哈 你这样也听 同字不同音吗 那不行了 他的音在 整个的这个表达当中 你写的文字上 他那个韵律 什么都没了 马老师说的 马老师说的这个我知道 就是说 因为像广东话 也是上海话 它里面有很多词 它是不通文的 就是他这个词 你写给上海人看 他都不懂 你什么意思 这是一条 刚才说这个堵渣哈 实际是什么呢 它这个大字 在上海话里面 有时候读大 有时候读 比如说有一句话 过去考验一个人 会不会讲 你是不是上海人 就说写一张字 叫到大马路去吃大菜 就是大马路 大马路就南京路 大马路去吃大菜 大菜就是西餐 大菜说西餐 在看你这个大字 你怎么读 他就这个 这句话就是 能到堵渤路去吃大菜 打菜一定要说大字的 不能说独 独和大 因为有的北方字 它是譬如一个字 上海话要读两种音 你看 堵马路 吃大菜 你看这个大菜要强调 所以他这个上海 你知道我 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 有一个公众号上 特别有意思 是一个人用上海话 写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结果我们那个办公室 所有人都在传 没有一个人看得懂 然后他们 我说你们看什么 特可笑 他说那事 就是你大致知道 他在写什么事 但是大量的词汇和语言 看不懂 但是他们能感受 上海话的那个 那个感觉 一个上海话 一个广东话 广东话最大的特点 就是你在那看 他写一告示牌子上 全字都带一口 就是不算是什么字 所以繁华这个书 只要是有一个 有一个难懂的字 我都不用了 繁华整本书 繁华整本书里面 没有第二人成全 没有农这个字 我都是转换掉 所以说你上海人读 你用上海话读 完全可以 但是实际 因为他 比如说农这个字 他变成直户其名了 我在想 这个农这个字 是常用字 如果你每一页 都有很多农 你很多读者 肯定不愿意 所以我把这个 地方性这一块东西 我把它 因为是干文学编辑的原因 文学编辑 成天是看这个 就是看这个 你这个方言 怎么写的我不懂 我就要帮你改 或者让作者资格改 那我现在这个书 就是我资格改了好多遍 改了把这些 代表上海那些词 全部弄掉 但是他这个句式 还是上海话的句式 对呀 让我们领略 上海语言之美 这就是在语言上 做贡献 这是一个 等于一个 做过改良的 这么一种 不是标准的上海 我当年为什么会 离开上海 跑去北京去上大学呢 其实有一个 这个语言的问题 会变成什么呢 就是当年 为什么我觉得 北京比上海更有趣 因为北京 它没有这个语言门槛 其实外地 你谁去了 你会讲普通话 你在北京 就可以生活下来 所以北京会吸引那么多 就是七星怪状的人 各种什么人都有 到今天北京还是 你做文化的什么的 你还是要来北京 你可能做其他行业的 你会选择去上海 那么当年 就是因为上海人 都讲上海话 我们其实有 会有一种趋同性 就很多东西 你会觉得 我对这个城市很熟了 它是好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北方 它的那种 就是更多的 就是变换的 丰富多彩的东西会多 那你今天 你反过来讲 上海这个语言 可能它不再是一个障碍了 一方面有点失落 一方面当它语言不是障碍的时候 我也发现各种各样 就是好玩的人也来了 我现在有的 在上海的朋友跟我说 你知道吗 现在上海多好 他说像纽约一样 真的是有的人这样讲 像那种8090后 他根本就没有一种失落感 或者他也并没有觉得 我这个上海的语言 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他受的都普通话教育 他可能最多的一块 就是说 或者看过去的历史 租界时代上海也算是一个文化中心 我更感兴趣的是 就是这个性格和这个人心 你比方说 您刚才讲 当年这个知青追女孩 你说上海青年的这个态度 我想到一种是 就是对欲望的管理 就是你比如说 你对自己的欲望 你比如说你想 北京爷们那就冲啊 是吗 不啊或者怎么着 不是每个都这样 也不是了 但是呢 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 这个上海青年在旁边不响的时候 那么他也是个隐私男女啊 就是是不是上海人比较善于 胆子少呀 不是 就是打算讨自己的欲望 你比如说 你好像像我这样的人 经常发生的事 这种可能hold不住了 你知道吗 忍不住了就是要满足 但是你看 我接触的上海人吧 至少我接触的上海人 我觉得很少见他们怎么说呢 失态 或者说非要这个不可 哎 我们 你像马爷 像我们有时候喜欢一个东西 那就是 恨不能把四个口袋都翻出来 给人家 我就要它 就是 但是你看 你说的对 所以我想上海人 对自己的欲望 就是我感兴趣的是 你没有特别想要吗 或者说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我可以 举家的财富都不要 我要跟在一起 但是好像这不是上海人的路 对 你如果说从一个特征意味上来说 有一部分上海人确实就是这样 我也搞不懂这为什么 可能因为是经过 你比如说香港也是 他过去被租借这么一种管理 对 他会巡轨岛居 所以他们说上海人做的 帐房先生做得最好 就是这样 你如果说要做一件有理想的事情 你要能够大刀阔虎 你要干嘛 这个地方 他因为是 一直是规规矩矩的这么来管理 所以会有一些 你要激发你的一种 一种强大的动力的这种 这样的青年人 所以为什么上海人结婚 是叫讲条件的吗 所以为什么上海才有这种奇景 在什么那个复兴公园 不是爸妈给相亲吗 讲得像换房子一样 就对啊 就很现实嘛 都是讲条件嘛 不是欲望嘛 我们讲条件 所以我又有一个偏见 肯定是偏见 因为咱们交往的范围都非常有限 就是我身边的上海朋友 我不得不承认 就是他们找的伴侣吧 老公也好 老婆也好 都挺合适 你要对 比如说世俗的观点 那这个其实可以到民众部搞个调查 看上海的离婚率 是不是比别人低 不会的 不会的 是吗 他挑剔的也多呀 你看他说那个什么父母 这公园里奇景 这北京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就是父母拿着孩子 那个什么各种标准 什么大学身高 相貌体重 什么都在上头 北京不会啊 北京我觉得没这事 北京也会有 但是不会像上海这样 理直气壮 而且完全变成一市场 对对对 就是商品嘛 商品拿着 大家不要讲那些浪漫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上海人的一个特点 他会往那个戏里面坐呀 是有一些市民阶层里面有一些人 就是实际上 把这个事情做得一点没恋爱那种趣味都没有了 浪漫的味道也没有 就包括您的小说里写到的很多男女关系 都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说白了吧 咱们北方人的看法就是不痛快 就是不痛快 两个人就是哎呀好还是不好啊 你想想看你不痛快 我北方有一个朋友就说你写的什么呀 你是就像你们那个黄上海的黄梅天呀 年年糊糊 那里头这些人都是干嘛的 骂了我一大推 骂完之后说 我要到上海来生火 就是说我们北方那个男女关系 就是很明白的 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对不对 我们都很阳光的 你们这个气候原因可能是什么原因 怎么搞的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 你北方就是阳光 你北方就是怎么样 你真的到一定的程度上 你要去研究一个人的时候 你比如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话 你如果正好没碰到一个 那种就是行就行不行拉倒 真好别碰到一个他 或者有其他负载原因 不能跟你离开